当事人刘女士和黄先生 还有刘女士你的父亲 以及黄先生你的姐姐 都在我们的场下坐着呢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老公他就是沉迷赌博 现在外在累累 不知道怎么跟他继续生活下去 或者说生活不下去 继续不继续的都让你特别难受 对 因为我两个小孩子也很小 大的四岁 小的半岁 用我的话来说 狠也是死 树也是死 什么都是死 那今天来到这 你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来的 希望怎么样啊 首先希望他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 改掉那些恶习 第二个就是我跟他的婚姻关系 一定要解除 所以你还是决定了不跟他过 对 黄先生 有女士的诉求他说得很清楚了 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没什么诉求 他过得好就行了 对你们的婚姻呢 你愿意放弃吗 我当然是希望放弃了 怎么才能不放弃 不知道 让你们的婚姻走到今天呢 是因为什么 多 改啊 肯定是改啊 那也只能是乐的行动去看嘛 对吧 也不是短时间的 但是这个婚姻关系 它现在就是要解决 我也没什么办 我觉得我已经被他折磨的 跟死了差不多吧 原来黄先生犯下的错误是赌博 而且是沉迷于赌博 这让妻子刘女士感到既失望又气愤 刘女士说最让她觉得不可思议的 是丈夫赌博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 而她却始终毫无知情 直到今年三月份 丈夫突然问了她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她才恍然意识到丈夫的不对劲 我们睡觉前聊了一下 她就说问我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重要还是房子重要 我说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她说你先回答 我说肯定是房子重要 她说如果是房子和她之间选一个 我会选哪个 觉得不可思议 我觉得这种问题 我就没有很当真 我就很敷衍 我说我肯定会选房子 然后后面她就跟我说 她说她在外面欠了好多钱 我就是不相信 反正就那样睡觉了 三八妇女节那天 她就给我发了一条好长的信息 说她玩股票啊题材之类的 在外面欠了好多钱 她希望我帮她路过这次难关 给她一次机会 说以后会补偿 会好好对我 叫我拿房产证给她贷款 多少钱她告诉你了吗 她分别就是给我裂了一个单 大概有六十四万左右 我当时就是还是很难以置信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 就感觉天塌下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 第二个孩子又在肚子里 我的第一反应是 这种事情是不可原谅的 因为有了第一次 就怕有第二次 但是好像又没有办法 黄先生 你第一次是试探刘女士 你重要还是房子重要 你当时就已经爆雷了是吗 对 就是这个 黄先生 我们说话就把声音放出来 拿手挡着我们也听不清 债我钱就不上了 工资什么都还不上了 所以就准备跟她坦白了 这个债怎么来的呀 那么多 贷款的 朋友借的 真的都是为了赌博 差不多 铺龙怎么越捅越大 这么大的时候 你自己不知道要刹车的吗 刹过一次吧 之前输了十七二十万的时候 找我姐借了十万块 九年有半年没玩了 过了半年就开始玩了 反正总共一起是有三年时间 你姐还帮你还过一次 对 你在玩的时候没想过 这个钱输了 谁帮我还 当时哪会想这么多呢 他就是有这个赌博 这个恶喜有三年了 你都没有觉察吗 没有 他说他之前欠了别人 十几二十万姐姐帮他还了 说明他 你是从来没有想过 还是一点痕迹都没有 也从来都没想过 也从来没有看到一点痕迹 丈夫背着自己偷偷玩 各类赌博玩了三年 欠下了六十四万元债务 猛然得知此事的刘女士 犹如遭受晴天霹雳 当即就想要离婚 可是二胎即将出生 加上家人的劝说 最终他选择了 再给黄先生一次机会 给他一次机会 毕竟小孩子太小了 愧疚 以后坚决不玩了 在黄先生认错 并且做出保证 今后不再赌博后 两家人齐力凑了四十万 帮黄先生 还掉了他借的高利贷 倾家荡产 对我们每个家庭都是 大家都是 最基层的老百姓 都是赚的最辛苦的钱 对于年收入只有十来万 还有两个幼小孩子的家庭 六十四万债务 无疑是巨大的数字 所以只能求助家人帮忙 刘女士希望 丈夫能够看到 家人的用心良苦 然后改掉赌博的恶习 另外 为了让黄先生 吸取教训 剩余的二十四万银行欠款 则由黄先生 用自己每月的工资 慢慢去还 黄先生也欣然答应了 表示会努力还债 然而到了十二月份 刘女士竟又听到了 一个噩耗 她上次是说 让我拿房产证给她贷款 帮她渡过那只难关 然后她这一次 她的聊天是这样开始的 她说她觉得 那里的房子也不会去住 也不太方便 可以卖掉 她这次是想卖房子了 然后我爸就说 你到底欠多少钱 到了卖房子这个地步了吗 一直在这里跟她询问 她就是一个坐在那里 不出声的状态 后面就终于问出来了 她在外面用完了这个东西 欠了多少 四十多万 新的债务四十万 对 你有问清楚她吗 这个欠债怎么来的呀 我都不想说话了 我觉得这个人 没要可救了 我也不想跟她有什么关系 问得好像也没有意思 就她说的任何话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黄先生 这个四十万又是哪来的 你不是改了吗 从三月份到十二月份 也就九个月的时间 又欠下了四十万 可能就是一个赌徒的心理吧 总结的机会 就是搬回来 我们就越先越深 就这样 但是你这里还有二十万没还 这里还有家里人 帮你凑的四十万 那也得还吧 你真的这一次 也不想后果吗 你不害怕失去老婆孩子 不害怕失去这个家吗 害怕 害怕不应该是 更努力地去工作 把那个前面的债务还掉 让他们放心 我感觉她是 就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她已经想好了这些后果 不要这一切 对 那这一下你们家的债务 到了一百万了 对 我觉得我想死 比拿刀子捅我都难受 这就是我最害怕的事情 害怕她想不开 那你当初做这些的时候 没有过这个害怕 肯定也有过了 已经有这个行为了 只是行为大小的问题而已 一开始说了几万了 或者十几万了 可能后面想着 半一点回来了 慢慢地又滚也大了 她自己不要命地去赌 就让她自己一个人去赌 不要拉我们去垫背 所以这一次你是 是坚决不会再原谅了 她就是好像整件事情 就是包括我跟她妈妈 跟姐姐 我们都很伤心欲绝的那种 她很很淡定 她觉得她像一个旁观者 我就觉得她很冷血 旧债未还 又添新债 刘女士气得受不了 尤其是这一次 又爆出四十万的债务后 丈夫连之前的愧疚感都没有了 而是一副 全然无所谓的态度 这让她觉得 再也看不到希望了 于是 她坚决提出离婚要求 然而 此时一直在厂下坐着的 刘女士的父亲提出要上场 那么 她是会支持女儿离婚 还是另有想法呢